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球上的最强者们感知到 预感到大事不妙 有人出手 以大法力分开了九十九龙山 想阻止天地恶化 可结果已晚 唯有取出这种东西方形 然而 内宗东西的诞生地过于恐怖 交织出的纹络及其逆天 当年有异域古星的一些盖世人物进去都亡死了 想要尽其诞生地 需一幅古图 若是沿着标注的路径前进 不会有任何危险 可以轻易地取出这宗东西 而且 这幅古图就失落在地球上 当年有一个异域古星的强大神潮 护送这宗东西回来修复时 不小心失落在此 可惜 此图散落四方 且因为谁能拥有 进去就可得到成仙的希望 人们因此相互争夺 以时间无法合一 生活在地球上的先民意识到这样不行 迅速止住了干戈 皆无私地取出残途来准备合一 然而呢 这个时候出现了意外 其他幸运的强者来了 开始争夺 后来 连远古圣人都只能亡死 没有资格争夺 如比说些 在上古年间 这个古星上 只有几位大圣 与一两位准地 有能力追寻 荣承氏就是其中一人 他是一位准地 在那个时代实力强决 灌骨绝金 参与在当中 他本为上古部落的一个首领 坐看世间沧海化桑田 一直追寻到春秋时期 凭他通天彻地之能 也才得到两片碎图 相传 远有九片碎图 而其中一片不幸被打成了积粉 绝了大神通者最后的一丝希望 他们相继开始离开地球 这就是诸子之后 无大神通者的原因吗 那个凡胜期 竟是因成仙的契机而形成的 他们继续地向下沿读 荣承氏 为上古部落时期的首领 砍大海干涸 带高山化平原 历经漫长岁月 所有弟子都死去了 只剩下了他自己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他见过神农 观过皇帝 知晓有这样的人在这颗古星 他必然正道无望 他原本也打算离开了 可是呢 却有些不甘 毕竟得到了两片图啊 最终 他选择进入孕育 有成仙希望的地方 想冒死一搏 然而呢 记载到这里就完结了 没有了后文 连大谷主这么稳重的人 难受的不得了 很想看最终的结果 然而洞壁上的蚊子 虽密密麻麻 但却真的这样 戛然而止了 还有 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在黄泥关国中 叶凡说道 粗糙的泥关内壁 密密麻麻 记述了接下来的事 黄泥胎 粗糙繁桌 但是上面的字迹 却很清晰 凝聚了一位准地的道痕 老贺与三谷主 站在远处都战战兢兢 叶凡认真研读 观看后来发生了什么 沧海话桑田 荣成是作为 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 活到春秋时期 自然功力日渐深厚 到了这个境界 早已有了无敌天下之姿 可却始终无法正道 需要一种契机 他只身上路 然而身上只有两片残土 根本没有办法临近先帝 在那片区域外 九死一生 差点陨落 后来 他历经数十年 在寿原江干涸 生命江走到终点时 在那禁区中 误闯入一处记地 更是雪上加霜 也凡几人都心中震动 那可是一味准地 在那个时代 无敌尘世上 竟然险些死去 那条路 到底多么的艰难呢 荣成是在那片祭地 滞留了数月 身体枯高 被磨灭的快没了人形了 很难突围而去 他并没有放弃 依然选择前行 可是 任他通天彻地 始终不见那原始的 但先帝 根本不可临近 身在禁区 一困就是八十年 那里很特别 大道仙痕 交织成的纹络 可以破坏一切 他的准地 及兵器都碎了 乃以挣扎存活 第八十一年 就在他生命之火 江西 回光返照时 却有了意外的转机 他在那处 带仙的禁地 发现了一株不死药 叶反叶 只能这样感慨了 真是造坏啊 不过 细想来也没有什么 既然可以诞生出 成仙的希望 在那里出现一株不死药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那里是 昆仑 老贺惊呼 在黄泥关内 除却蚊子外 还有一幅刻图 非常的详尽 与精准 一条巨大的龙脉 磅礴微额 这条昆仑龙脉 与九枚上古玉块 合并在一起后 呈现的那条 中央龙山 一模一样 极其壮阔 在上古玉块图上 它位于中央 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地域 最为浩瀚 与现实中的昆仑不一样 按照古人所刻的 昆仑图来说 尔金所能见到的昆仑山 只是一小段尾烧 是主体的一角 相差很远 荣城市 在昆仑先帝 得到了一株不死药 也于同时 恰巧闯出了禁地 一味准地 好去近百年时光 在那里净应忽视 身死盗消 却没有真正的踏入正地 他有些心灰意冷 回来后 最幼的弟子 也挡不住岁月 逝去十几载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孤零零的活在世上 最后 他将所有弟子门徒 都葬在了这里 黄泥关上的记载 到此结束 看他最后的心境 似乎已经掩饰 不想活下去了 可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为何没有其尸体呢 大谷主生疑 校房九十九龙山 为自己住了黄泥关 将弟子门徒陪葬于此 怎么看都像是 荣城市厌倦了红尘 要结束一生 叶凡仔细观看 在黄泥关底部 发现了疑死划到的痕迹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疑点 不死药呢 他们遍寻这个地方 都不见踪迹 人参果树像是人间蒸发了 没有留下点滴痕迹 他到底吃没吃不死药 黄泥关上没有一点记载 他是否划到了 关底的痕迹似是而非 不能判断 他的生死有些扑朔迷离 他们一番讨论 并没有最终结果 不知荣城市 是生是死 难以得出结论 可以看出 荣城市费了一番心力 养了九十九龙山 且自己真的进入过黄泥关 刻下了这些蚊子 在那个时候 他一定心神疲惫 恶然伤感 不想独存世间了 静静的躺在关中等死 不然不会有这一切 然而 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不得外人所知了 叶凡自语 昆仑 那个东西在昆仑 真正的昆仑龙山 磅礴高耸 为古来万山之祖 有许多区域神秘无比 人类根本不能涉足 叶凡大喝了一声 骑 将沉重如山的黄泥关 搬了起来 放在另一边 出现两枚骨片 与在赤松子关中 所得的类似 他持在手中 仔细观察 上面果然刻有地势图 复杂 雄奇 通向 成先帝 我已有五福参徒了 可以借此进昆仑 他当然不会犯险 连准地都扛不住 九死一生 差点陨落在那里 凭他目前的修为 只能持途远观 初步探看地势 根本不可能临近 取不出成先的希望 官邸还有字 老贺与三谷主 在这个地方手软脚软 准地契机太过射人 他们根本受不住 夜凡抬起黄泥关果时 他们坐在地上 看得清楚 也许 第九枚骨片未碎 只有这样一句话 这是荣城市的猜测 但却一下子给后人 留下了无尽的希望